心本来清净 我们细心观察 婴儿的心很清净 你看那小孩刚刚出生 还不会走路 还不会说话 他的心清净 越长大了 慢慢污染就越多了 到成年 心就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他能力的时候 就变成非常微弱 小孩的婴儿 他能看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他能看 你细心观察 他在摇篮里面睡觉 一会儿笑 你看他的表情 不在那里动 他看到很多东西 如果我们的心清净 像婴儿一样清净 一般人看不到 我们都能看到 所以这个是 现在人成为特异功能 哪里是特异 是自己的本能 一点都不稀奇 乃至获得一年尽心 关键是在尽心 你的心情不信心 你的心里面有杂念 就不行了 这个杂念的这个心 他的能量就很微弱 如果清净心 那能量就非常强大 所以念佛修行 修什么 修清净心 清净心是自己本有的 心本来清净 我们细心 我们细心观察 婴儿的心 很清净 你看那小孩刚刚出生 还不会走路 还不会受啊 他的心清净 越长大了 慢慢污染就越多了 到成年呢 心就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他能力的时候 就变成非常微弱 小孩的婴儿 他能看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他能看 你细心观察 他在摇篮里面睡觉 一会儿笑 你看他的表情 都在人头 他看到很多东西 如果我们的心清净 像婴儿一样清净 一般人看不到东西 我们都能看到 所以这个像 现在人成为特异功能 哪里是特异 是自己的本能嘛 一点都不稀奇 所以佛法的修学 无非就是训练我们 回归自信 让我们的本能 通通 揪过来 通通 恢复他的 大用 大能 大用 道理在此地 所以佛 菩萨 这都是真真觉悟的 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经常有一句话说 库列明珍 没得这么迷惑 干这些傻事 受这些冤枉苦 你不应该受的 这个要懂得 所以 净土宗的修学 这个意念 净心是关键 如果真的 心清净 心清净没有别的 都放下了 放下什么 什么都得放下 为什么呢 这世界不是真的 假的 所有的这些现象 你要是真正明白 了解了 近代量子科学家 告诉我们 物质现象 不是真的 佛在经典里面 常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金刚经 大家念得很熟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所谓有违法 就是会变化的 这些东西 都叫有违法 我们人 我们人会变化 我们人会变化 刹那 他呢 在变化 生老病死 动物都有 生老病死 植物有 身住 一密 矿物有 沉住 怀空 哪一法 不是有违法 通通是有违法 凡是这些有违法 都不是这些 佛用四个字 去形容他 梦幻泡影 做梦 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 梦中 这个这个 境界先前的 好像是真的 行过来之后 什么也没有 我们哪一天行了 这个行了 就是我们这个 经体上的 清静心 清静心 现前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就等于你说梦 醒来了 这世界什么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告诉你 假的 不是真的 但是你醒不过来 你在梦里头 真要受罪 你真感觉到有苦受 醒过来之后 我晓得 就后空空 五大千 这个 永家大师 正道过说的好 梦里明明 又溜去 又溜到轮回 就后空空 五大千 那什么境界 阿罗汉的境界 不算很高 菩萨要求悟了 把妄想 分别放下了 四圣法界 也没有了 六道之外的 有声闻 研究 菩萨 佛 也不是真的 这个四个 通通都放下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诸 通通放下了 无始无明的习气 未断 这个时候 出现一个境界 就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 在这个宇宙当中 很多 说不清 我们修行 到某一个阶段 它跟某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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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球相应 哪个地方有云 你就到哪去了 住的时间 长久 不定 我们现在 这个地球上 时间很短 人的寿命 不过一百岁的样子 一百岁是很短的 那么有些世界的时候 要是用我们 这个时间来算的话 有几千岁的 有几万岁的 那只有几百万岁的 都有 所以 宇宙人生的四十真相 大天教里面 讲得多 讲得清楚 阿 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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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